从没见过这么勇敢的士兵,就在这些新兵正在训练的时候,这个上校突然拿过一个手雷,拔掉拉环便扔到了人群里。 当大家都在四散奔逃时,一个身材矮小的士兵纵身一跳,就把手雷压在了身下。 而此刻手雷却并没有响,这只不过是对他们的一个考验。 然而也就是因为这次考验,竟然让这个名叫史蒂夫的小兵成了日后的漫威超级英雄。 在二战期间,这个纳粹头目红骷髅居然在一座古老的教堂里,找到了有着神秘力量的宇宙魔方。 并且他还在邪恶博士佐拉的帮助下,借助宇宙魔方能量,研制出了威力强大的特殊武器,而且他们还要试图制造一个可以毁灭世界的装置。 与此同时,美军为了对抗红骷髅的九头蛇势力,也开始招募起了新兵,准备改造出一批超级士兵出来。 而这个体型瘦小的史蒂夫,在首轮体检中他就直接被淘汰了,出来后他还被一个无赖给欺负了。 当他再次被打倒在地时,史蒂夫还拿起一个桶盖进行格挡,但显然他这个一带盾牌确实还是太弱了。 不过这时,史蒂夫的好友巴基及时赶来,并把无赖给打跑了。 之后,史蒂夫跟这个已经当了兵的巴基说,虽然自己已经体检了四次,但他还要再去征兵处试一试。 不过这句话恰巧被一旁的科学军团负责人厄金斯博士听到,于是博士决定给这个执着的小子一次机会。 在训练期间,这个史蒂夫不仅通过了胆量考验,而且他的头脑也比其他人灵活。 教官跟大家说,谁能拿到旗杆上的旗子,就能和卡特一起坐车回去。 就在大家全部放弃之后,史蒂夫则自信地走了过来。 他的这些种种出色表现,也赢得了卡特对他的好感。 到了晚上,俄金斯博士找到了史蒂夫,说他们已经研制出了一种超级士兵血清。 这种血清能够让人的体能大幅提升,但同时优缺点也会被放大。 也就是说好人会越好,坏人则会更坏。 所以史蒂夫也就成了超级士兵计划的不二人选。 当史蒂夫躺在实验台上的这一刻,他的传奇人生也寂静被开启。 这个躺在实验台上的小伙儿,马上就被改造成超级战士了。 随着几拐蓝色血清注入到他的体内,小伙儿也疼得瞪大了眼睛。 紧接着,他便被封装了起来。 当机器毛利全部开满后,刚刚那个瘦弱小伙儿居然直接就变成了大力水手。 可这时,一个西装男突然夺过血腔,并开枪打死了恶金斯博士。 接着西装男就逃了出来。 可当他坐上一辆小汽车,驾车想要离开时, 这个被改造后的史蒂夫从后面也追了上去。 只见他抄着进路,飞身跨过铁门,就蹦到了一个板车上。 然后他又向前一扑,便趴在了汽车顶部。 这时,西装男抬手就向头顶开了几枪。 然而此刻,小汽车也被另一辆车给撞翻。 就在西装男再次举枪对准小伙儿时, 史蒂夫则又拿起了一个车门挡上了盾牌。 这时,西装男还想要乘坐潜艇逃走。 不过当史蒂夫纵身跳下后,西装男还是又被扔回了岸上。 当史蒂夫把他踹翻在地后,那最后一管血清也打碎了。 可当史蒂夫问道,是谁派你来的时候, 这个西装男已经自我了断了。 之后,回到军营的史蒂夫,还被包装成了舞台上的超级英雄, 并替美国推广债券。 而他也从此有了一个名号,那就是美国队长。 不过当他要给这些士兵们表演时, 他却直接被轰了下去。 此刻美队才意识到,现在的他只不过就是一只舞台上的猴子。 并且他还从卡特口中得知, 自己的好友巴基,现在已经被红骷髅的纳粹部队给抓走了。 于是美队在卡特的帮助下,乘坐霍华德的飞机, 想要孤身一人去把好友给救回来。 当美队潜入红骷髅的基地后, 他不但救出了被关在这里的400多个士兵, 而且还很快就找到了好友巴基。 这时红骷髅发现,闯进基地的美队根本不是普通人, 于是他就启动了这里的自毁程序,准备想要逃离此地。 但此刻他却还是碰到了美队。 红骷髅二话不说,上来就轮了一拳。 可当红骷髅摘下假面露出本来面目时, 美队这才知道,原来红骷髅居然也注射过超级血清, 因为当初血清技术不成熟, 所以他才变成了现在的样子。 当红骷髅逃走后,美队也把救出来的士兵全部带了回来。 在霍华德的兵器库里,美队还发现了一个半成品的圆形盾牌。 可当美队问卡特,这个盾牌怎么样时, 只见卡特拿几枪就是一顿点射。 当美队有了这块独一无二的盾牌后, 现在如虎添一的他,在几次战斗中, 美队还轻松把红骷髅的几个剩余据点全部给摧毁了。 不过在接下来的这场猎车堵战战中, 美队他们却掉进了红骷髅设下的圈套。 这时一个超级机器人出来就是一炮, 然后巴基便被轰飞了出去。 可就在美队捡起盾牌把机器人放倒后, 巴基这边也因为扶手锻炼掉了下去。 而另一边, 红骷髅也召集了全部手下, 准备要开启反攻。 而此时, 美队已经骑着哈雷向红骷髅的基地冲了过来, 只见他拿下盾牌放在前方, 然后按下开关就把路障坦克给打爆了。 不过当他飞身闯进来后, 他却还是被对方给围住, 并把他给抓了起来。 就在红骷髅举枪要把他干掉时, 美队的援兵此刻也冲了进来, 红骷髅看情况不妙, 登上飞机就要逃走。 而此刻美队也在后面紧追不舍, 这时卡特他们及时赶来, 并继续追起了飞机。 然而张大美队要跳上飞机时, 之后美队便向上一跳就来到了机舱里。 这时美队发现原来飞机上居然全是重型炸弹, 就在他跟红骷髅一分打斗后, 红骷髅还拿起了宇宙魔方, 准备强化一下自己的战力。 但此刻他却被魔方能量直接就送到了茫茫宇宙里, 而那个魔方也从飞机上掉了下去。 此时,破损的飞机已经无法正常降落, 卡特为了能再次见到美队, 还跟他约定了这个周末的舞会地点。 之后,飞机并跟美队一起掉进了寒冷的北冰洋中, 转眼间70年过去了, 一支北极科考队竟然在冰船里发现了美队的盾牌, 冰把冰封多年的美队也带了回来。 当他再次睁开眼时, 发现满大街都是陌生的高楼大厦, 这眼前的一切也把他彻底给整蒙了, 而此时神盾局的夫人也找到了他, 当美队得知自己已经整整睡了70年时, 他现在脑海里想的却还是那个未曾复约的周末舞会, 那么你觉得他还能完成那个美丽约会吗?